这样穿你更美 清晨 西西和南南早早地就起床 准备去上幼儿园 他们两个人正分别对着镜子穿戴 西西从衣橱里挑选了自己最喜欢的红色连衣裙 因为上面有许多彩色的亮片 显得金光闪闪 华丽无比 西西对着镜子将红色的连衣裙穿在了身上 还从挂帽子的衣架上选了一顶自己最喜欢的白色带花边的小帽子 带带长齐 一边穿一边说 关闭帐 扭闭结 南南也想穿红色的裙子 但是发现妈妈已经将自己的那件红色连衣裙洗掉了 南南很不情愿地选了一件干净的白色裙子 套在自己的身上 又坐在小凳子上 套上了一双黄色带蕾丝花边的小袜子 整整整齐齐的穿戴好 之后又将蓝色的小皮鞋鞋带系系好 一边坐一边说 话语旅 聚警戒 走吧 南南 红色的裙子就是比我的好看 瞧 他的裙子上还有会发光的亮片片 小朋友肯定会说西西比我好看的 山阳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西西和南南 西西南南 早上好呀 早上好 咪提 呀 西西 你的红裙子正好看 这些小亮片一闪一闪的好漂亮呀 谢谢你 走 我们去玩滑滑梯吧 华丽的衣服就是好看 想着想着 眼泪就掉下来了 南南 你怎么不和小朋友一起玩呀 是不是不舒服 怎么哭了 我的红色连衣军脏了 妈妈洗掉了 而西西穿了红色的连衣裙可漂亮了 小朋友都夸奖她 我感觉自己今天穿得不好看 小孩子 你今天很漂亮呀 瞧你的白色连衣裙干干净净的 说完 山阳老师 闻了闻南南的衣服说道 呀 老师还闻到裙子上有香喷喷的洗衣液的味道呢 我觉得这样穿你很美 那米提为什么只赞美西西好看而不赞美我呢 不要在乎别人看待你的穿着是否华丽 衣服是不是名贵 只要穿得干净整洁 符合自己的身份 你就是最美的 要对自己有信心哦 好孩子 嗯 我记住了 我不再难过了 只要穿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这样穿我也很美丽 小朋友们 你觉得 我会很难过了 我会不会让我尽管 你这种真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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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